情人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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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的背後是欺騙 時間的背後是謊言 梦不清自己为何要思念 看不起别人心的另一面 我想要一个避风的港口 可到最后还是要漂亮 梦不清自己为何要承受 到最后还是要一个人走 我想要一个避风的港口 可到最后还是要漂亮 能不清自己为何要承受 到最后还是要一个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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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在里面走 你应该在这 你像在里面走 我像在里面走 我像在里面走 你像在里面走 你像在里面走 当然了 我像在里面走 那行 咱俩敞开了谈 齐总把什么事都告诉我了 我跟你说 那个马晏 让我今天给开除了 至于开除人家吗 必须开除 刚来公司不到半年 我一直给他派在开发区办事处 他觉得自己就是公司的顶梁柱了 我提拔谁我都轮不到他 一璇认识他吗 一璇应该不认识吧 蛮人在开发区也很少来公司 你是不是怀疑我跟那个女的有什么事 你敢通过一璇调查何时啊 你别怪我瞎猜疑 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口气干脆利落 如果他是想求我 在你面前为公司上的事情为他说情 他敢那么说话吗 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突然就变了 吞吞吐吐吱吱吱吱吱吱的 好具体他怎么跟你说的现在没法查证了 那行 咱们退一万步说 你不是怀疑我吗 假如 假如我跟这个女的有什么事 她要找你大闹 被启动制止了 启动然后呢又去找你帮我一块去哄骗你 你是这么闲的吗 你觉得可能吗 你接着往下说 别又套我话 好 如果是这样 我今天下午给他开除了 你说 他是不是会脑凶沉动 他能善罢甘凶吗 不能吗 不能吗 他会疯狂地反扑啊 报复 他还会来找你 他找你了吗 没有啊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了你老公的生活作风正派 深正不怕影子歪 那也许是你把人家吓唬住了 我哪能干这种事啊 我要想把他稳住 我必须采取利用手段 我给他一百万 两百万 一千万 我哪舍得 我还得给咱们儿子留着呢 行了 咱俩坐下吃饭吧 不不不吃饭 先上楼 上楼干什么 不不吃饭 你跟我结婚十年了你给我装糊子 干什么你不知道 知不知道 谁知道你在外边干什么了 我还怕染上病 我都干什么 我都干什么 我给你吃饭 我都发起总工了 娘 你还胆上病 我 我哪有个福气 我胆上病 上午十一点的时候 夏米宇开车去了丁飞的单位 丁飞跑出来 进了夏米宇的车 然后接了个电话 接着他们开车去了上关路 那里有个家园小区 他们就进了这个楼门 这里应该是丁飞住的地方 虽然我都给你 你妈按着铁飞 你妈按着铁飞 明宇 不行放我家来 放我家来放我家 放我家 放我家来 怎么啦 怎么样 难受 是不是有了 我巴不得呢 就是吃药的副作用 天天难受我心 说说 难受 你说 你说你要是能一起去多好 我这没办法 这不赶上开会吗 你回去替我跟老家的人结识结识 等我忙活这点时间之后 我一定回去看你 这一晃多长时间 我真是挺想他们的 那咱们吃完饭去跟爸爸妈妈说吧 跟他们说说回老家的事 好 走 吃饭 月儿 你以后啊 这人启动得太多 好一点 不就是为了他女朋友做流产的事吗 咱们不干涉人家的私生活 其实我也能理解他 不过 白天那会儿 我不是正心烦吗 现在还烦吗 讨厌 走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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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你怎么这么晚来了 我都快被烦死了 就是夏敏宇购派的好差事 你们俩走了以后 咱们和咱妈兴致高涨 兴奋地睡不着觉 给我约法三章 让我到了你们卢家湾 要这样要那样 牢牢叨叨 我实在是不太好 真是受不了了 所以来你们家结束一宿 讨个耳根亲近 反正明天一大早再去 你跟他们犯脾气了 没有 我就是讨个耳根亲近 明天一大早咱们俩一起去接她 那正好 我婆婆去明英家了 今天晚上不回来你住她屋 我不住 住老太太的屋好别扭的 那就还住楼上 嗯 我住哪儿得户主发话呀 在公司里面我听明语的 到了家也得听她的 怎么了 不欢迎啊 不欢迎也得欢迎啊 总不能把你推出去 露宿街头当盟流吧 那我上楼了 谢谢 把我书房的电脑拿着 嗯 哦 大方 你坚持就不是人 是不是依萱在说话 好 现在打电话 我让我对不起你 你坚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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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过分了 明天早上还得赶路呢 你不害草父亲 我去看看她 你提醒她 这在别人家 都没规矩 行 你看吧 去看看 看 你就是不负责任 你说什么都没用 你给我少废话 唐鹏 我告诉你 你明天把孩子给我送过来 听见没有 唐鹏 你就是没有责任心意 没人性你 这 萌萌怎么了 慢了 好了好了 别生气 我去给你倒杯水 你别碰我 萌萌刚才给我打电话 她发生一个心情 得了肺感染 居然唐鹏把她放在奶奶家 带着她现在的媳妇 去九寨沟旅游了 这不现在刚回来 那萌萌退烧了吗 退 可是她想我 她悄悄给我打电话 唐鹏居然抢过电话来 还骂她 你说她还有人性吗 那要么 我给小唐打个电话 让她以后对萌萌在意点 她连我的话都不听 能听你的吗 姐 姐 我好后悔 当初离婚的时候不应该离开沈阳 要不这样 我还能见到孩子的面 现在就别再后悔了 这回都回来了 你没有孩子 你不知道 做母亲那种感觉 我当时 我当时从沈阳回来的时候 朋友拽着我的一脚哭个不停 我那时候才知道 什么叫幸运的糟糕 女人可以离开丈夫 重新选择生活 但是离开孩子 她的心会永远在低血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玉玄 你怎么了 我 我哪难受啊 我好运啊 我好运 哪难受 小姐 这是我离婚的时候落下的老毛病 一激动就晕厥 来来来来 我躺下 慢点 来 来慢点 疼 好了 好了 别哭了 卖挺正常的 没事 不管卖的事 老毛病 躺会儿就好了 没事吧 我好晕 我好难受 好了好了好了 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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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百分之天 别生气 好吗 是 我给他吃了片 输了安定 好 我给他吃了片 又晕厥了 又晕厥 你知道他有这毛病啊 好像 好像在大学的时候犯过几次 挺吓人的 不是啊 他刚才说是 和小桃闹离婚的时候 才落下的毛病 是吗 那 那是我记错了 行行行 甭管了 他还是什么时候丙随他便了 你赶紧睡觉 你说他这个样子 明天还能去吗 他都要去啊 看看深夜景色 放松放松 呼吸呼吸 新鲜空气 什么病都好了 那不信啊 星期日日回来 你看他什么样 可他这么难受 你也知道的 那路特别不好走 在车上特别颠 他能受得了吗 你别往这方面引导他 他跟齐东西工作 代表公司的形象 不让你和爸妈 去谈亲访友 去谈亲访友 我睡了 一璇 来 擦擦 一璇啊 一会儿试着看看能不能起来 吃了早点 姐 不行 你别动我了 我特别晕 天旋地转 一晚还要坐五六个小时长途车 我肯定定不下来 明宇说 你去那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就能好起来 齐东开的是公司的识人叫 一会儿上了车啊 你就躺着 你干脆让明宇 给我做负担架好了 一璇 昨天晚上晕厥了 我这次是没你儿 这百病缠身哪 那 那赶快上医院吧 别耽误今天的工作呀 那你就别让他去了 这一会儿还得坐五六个小时的车呢 他受不了 这样 一会儿社区医院开门 你把他送医院去 然后再开会 姐 一会儿启动车来了 你把他送回家 然后你跟爸妈赶紧走 就让我自己在家晕着呗 我已经耽误了夏总的指派 怎么还敢捞他的大家当我的司机呀 什么夏总夏总的 一会儿啊你就让他送你医院去啊 爸 那个乒乓球案子实在是放不下了 明宇说还是给他们钱 让他们自己买吧 忍者呀 以财发身 不忍者以身发财 又来了 这是大学里的话 说的是呢 有人得者 用财富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不忍者 就什么都不顾地去追求财富 明宇已经向第一种境界迈进了一步 我非常地欣慰啊 你爸昨天晚上高兴得半宿都没睡着觉 是吗 嗯 要是明宇早点把希望小学建起来 那就更好了 爸 妈 车来了 咱们先上车吧 好 好 你上来吧 好 爸 妈 你们就放心吧 希望小学一定会建成的 是吧齐东 是 哎呀 一选应该来看看 他不是个叔叔的病 什么不叔叔 他就是心有病 怕苦怕累 先想一下条件不好 用他的话说呀 连上厕所都受不了 不是 叫救离 我温暖的 你不得了 对吧 我温暖的 是 还是 你就想了 她 你不开车你不做副作 离我远远的 任医生 要说很多违心的话 包括谎话 比如说你既没有昏厥 又没有犯美尼尔 我每天在工地上 拼命地工作 累得让自己使不起歌 就是为了一回到家 能够马上入睡 不去想 我真的想挖一个坑 把这段感情给埋葬了 让身体和灵魂分开 让自己变成一个缺客机械的上下班 什么都不想 可是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如果我对你的感情再这么抑制下去 我会疯的 送你去医院还是回家 去宾馆 哎呀你别动我手 这样会影响开车的 我不管 如果出了车祸 我愿意跟你死在一起 你 我可不想死 而且我也不想让别人议论我 和公司的女员工有办公室恋情 你说什么 员工啊 我们难道不是上下级关系吗 你吗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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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啊 我娘呢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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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吗 沈明宇 你等着吧 再一次地伤害我 好心从现在开始 好心从 齐东你看那个房子 那就是我家以前的老房子 现在是我表叔家的女儿在住 是吗 文革的时候呢是三间草房 对 八十年代了成了土地房 你看现在是砖满房了 是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养了两只花猪 这两只猪啊 一看着那个石盆子啊 就打架 完了以后呢 没吃几口 就把那个石盆子给拱得底儿朝天 我就喊啊 别打了 别打了 可是他们哪听我的呀 最可气的是那只大花猪 他们竟然把我的书卷作业本啊 给当饭吃了 你说吃了你倒是食数啊 可是啊 我还是笨猪一之 修修 天保 修修 你好 修修 姐 修修 姐 你怎么不去城里看我呢 还说呢 你都三年没回来了 你啥也不生个孩子呀 好了不说了 先回去吧 爸 走 来 走 来 进 来 昨天和今天 他都没给你打电话 没有 你好好想想 把他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给写出来 这样呢便给你回忆 一字不漏 来 你害怕有人陷害你是不是 你害怕这是个圈套是不是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是怎么活着回来的呀 你有没有想过 我为什么又要回来了 你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我真不敢给齐大哥打电话 我就应该直接去找陆约 把我们支持你告诉他 菲菲啊 你别哭 你听我跟你说 他不是要嫌 他不是要嫌 他要是害咱们俩 确切地说他要害你 你知道你前天要是找陆约 他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陆约对你肯定会打他出手 他是农村住的 你别看他个儿啊 他有的使劲 他胳膊都这么粗 他会打死你啊 这还算轻的 打秘密电话这个女人 他会躲在暗中 把他所有的一切全给排除 然后敲打地勒索你 因为你年轻漂亮 我是单位的骨干 孟秀与林封闭垂直 可是不可能是我周围的人 打的匿名电话 他怎么知道卢岳有不孕症啊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某人 尽快地查出来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想干什么 我 菲菲啊 我跟你说 现在就是有人害我 我也不忘了 我跟你说一道家里吧 你说现在像我这样的 名气浪漫 有这么一个事情我怕什么 我不在乎 我真的是为你着想 你说我跟你说了一大堆 空返安慰的话 有什么用 什么用都不定 你只有把这个女人查出来 看她是谁她想干什么 排除隐患 这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啊 请回 准备 洗 洗啊 洗啊 不客气 小朋友 这个给你 不客气 不客气 来 这个小朋友 这个 这个给你 不客气 关好 别掉了 别掉了 对 不客气 孟爷 我发现刚才你在车上 一进山 你就一直在笑 我是回来接地气的 你看这树木花草 有了地气才活得滋润 想象不出 如果冯老当初不收养你 你会是什么样子 我是不是有点 得了便宜卖乖啊 不过 我真的是一来到这里 从心底里高兴 尤其是 能为家乡的孩子们尽点理 孟爷 找机会 应该让敏语回来看看 这座小区确实该分家了 你们不是有这个计划吗 应该找他谈谈 在你看来 敏语是不是变了 人总是要变的呀 妻子不甘于 自己丈夫的事业是对的 但不甘于 不得也不够问 我知道 你一直在点拨我 就是因为 你和敏语是铁哥们 所以你的话 总是说一半就不说了 谢谢给你 谢谢小朋友 好好好 给你 老人家来快起来快起来 没睡着吧 没有 没有 没事 老人家 怎么伤着没有啊 没有 哦 哦 这是您的孙子吧 嗯 他 他父母怎么没有来啊 忙啊 他爹妈都忙 有半年多没见面了 哦 他们去哪儿了 去城里打工 年轻人都去你们城里了 我的孙子以后也要走啊 那您现在跟谁一块儿过呀 没人了 村里就剩这老的老 小的小 冯教授 哎呀 谢谢你还想着我们 别看爹妈还想着我们 哎呀 老秦 你吃饭吧 走去快去快去 吃饭 快去 大姐 来 哎 我给你找了个偏方 走 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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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摸清楚了 他们就住楼上 你现在上去捉捡 正是什么 我不捉捡 来 按照合同 我已经完成了 我的全部工作 祝你好运 我再给你两万块钱 你肯不肯给我继续工作 你肯不肯给我继续工作 乡下留下年轻人 这是个大难题呀 只是完善 小学的软件硬件 这还是不够 回去以后 这是我重点考虑的课题呀 冯老 我感觉留住人的关键 是要让他们知道 农村是有钱可赚的 其实乡下 是有很多商机 只是他们不知道 据我所知 乡下的很多能人 富人 以前都是傅元军人 就是因为他们在部队 开拓了事业 而且现在部队特别注重 培养军地良用人才 所以当这些人 回到家乡的时候 就能迅速地抓住商机 关键还是教育的方式方法 关键还是教育的方式方法 可惜呀 你和明宇都在经商 没有一个做学问的 也许有一天 我会回到岸上 重新捡起自己的专业 你肯离开明宇的公司 什么可能都有 你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分歧呀 暂时没有 冯老 我刚才在想 要想把 年轻人踏踏实实地留在家乡 就得让他们有一计之成 有没有可能 在县里建一所 专门培养农村技术人才的学校 你这个思路对 我再考虑考虑啊 办计效 小别 妈 我爸他们呢 你爸 和齐东到那边 散步去了 你怎么把这个也带来了 不是 这不是家里那个 家里那个是坐着的 这个是躺着的 今天白天秀秀带我去庙里烧香求子 又给我求了一个 又够你心思了 这个秀秀 她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也许我命中注定就没有了 你现在不正在治疗吗 别灰心哪 妈 其实我现在心里特美丽 为什么 明英说过一句话 她说 先不说子宫内膜意味症能不能治好 就算是治好了 事关注运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五 如果我怀不上 我都不知道我和明雨的婚姻能不能 小月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 我知道 你是怕我们替你担心 可是你今天跟妈妈说句实话 明雨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迹象了 没有没有 妈 你别往心里去 我就那么随苦一说 也不知道怎么了 你一回来吧 就想起好多事了 我可能啊真的有心理疾病了 你别胡说 妈 你放心 我一定能够怀上孩子 一定能够和明雨摆倒倒了 好 姐 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啊 我给你摆截风宴啊 行 在你们家也行 地方大 你叫齐东也别走了 晚上一起吃晚饭 我来负责叫外卖 那你也给明雨打个电话 让她下了班直接回家 别又像上次一样 借口陪客户不回来了啊 好 一路顺风 照顾好爸妈啊 待会儿见 你到底是谁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可不怕你威胁我 你有什么事当面跟我说行不行 行不行 她就知道了 妈妈 我们的这事 在我那里能够不是 你咱商设唱 kamp 尝诞 你咱俩 帅竟一 我点的菜不错吧 那还能说 月儿 昨天留婶啊 带我去找了个算米先生 我给你求了一挂 那是个大击大利的得路挂 挂上是这样写的 求财时分 运生贵子婚姻百顺 那个先生还说了 两个月之内 你肯定能怀上 那您就等着抱孙子吧 好好啊 对了 你头还晕吗 我在家昏睡了两天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脚还跟她踩着棉花似的 你说夏明瑜怎么回事啊 那全家人一吃饭 她就不露面 非得让大家等她 我十分钟之前啊 给她打了电话了 她说她已经出公司了 从公司到家 她大约半个小时 咱们先把菜弄好了 她回来 咱们就开饭 姐 去拿点盘子出来吧 都不够用了 我去拿 这个女人简直是莫名其妙的 前两天打电话还向着我说话呢 今天突然威胁我 让我离开这个城市 还恶狠狠的 我知道她是谁了 谁啊 冯玉仙 卢月的妹妹 她盯着我干吗呀 她嫉妒陆玉 而且 她们俩不是亲姐妹 那她威胁我干什么 这个 我一时半会儿 跟你说不清楚 不过 菲菲 你不用担心 如果真要是她的话 闹不出大事来 顶多就是让人心烦 不过我会想办法制止她 明雨 你真的愿意让我给咱俩生个孩子 不是哄我吧 我这回是真心真意的 这个下一步怎么办 我请家儿过来 咱们俩再从我们的商量 谁呀 收水费的 李嘉 李嘉 你们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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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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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只不得 我 我离 我見大人 我見大人 走著 我見大人 你讓我去 你相信 我 是我 皇宫的思想在为你胜负 美心的幸福 我真的 我 不要 不要 你怎么会变 变 我不认输 究竟 我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